再来的话我们另外一个范例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来看那个公有零售市场的这个范例 所以在底下这边 这个范例的部分的话 其实跟刚刚这个也有点类似 只是说我们点击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预览一下 预览他其实有一个网址 而且也是BigFi 当然未来如果你是其他编码方式 可能就要注意要一定要改 否则的话进来的资料会是乱 那所以这边已经有来源资料 我们可以做修改 里面的话他基本上提供了哪些资料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包含就是说 他的 日期 哪一天的那个市场 哪个种类哪个市场 卖的品名平均单价等等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抓下来的话 他有几种 当然你第一个可以用下载的 只是下载部分的话 变成说是 你要多做个事情先下载才能打开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下载 我直接去那个网址抓的话 那一样 预览一下 把这个网址 把它 再复制一下 也许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刚刚的档案先关掉 这边说 刚刚的档案 如果你关掉 的时候 记得 存档的时候他会问你说 是否 这个另存新档特别注意 之前如果学过VBA同意应该知道 记得要 存档的话 一定要选择启用聚集的活页部 你不能选择把它直接存成活页部 否则你之前的那个 这个聚集部分的话 你之前写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OK把它存档一下 当然我们刚刚做的主要 几个地方 也许我这边只有做住宅 下载 跟汽车 跟机车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一样 把那个什么 路啦 这个区 把它做出来 然后并且 我当然 前面有分析的几个 也许你们可以 当然自己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做 比如包含 分析就是哪一个区 他的切大念最多的一个 圆形图 另外可以做一些交叉分析 我利用的是堆叠直条图 再来的话呢 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像汽车 到底历年的失窃按键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我可以用什么 折线图 OK那这些其实是视觉化 所以你说 现在很夯的 视觉化 其实主要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像现在 微软有出另外一套软件 叫Power BI 其实Power BI 其实可以讲说 它就是 枢纽分析表的进阶版 也就是它可以做出什么 更多的图 也就是在一个 它有个概念要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仪表版 它可以放很多个图 让你可以同时 针对 这个一个Data 它可以 产生出不同面向的 视觉化结果 OK 其实说真的 也就是枢纽分析 当然你说 你可不可以用枢纽分析表来做 类似像Power BI的Dashboard 也可以啊 只是差别是 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你要自己去排列 可以排 可不可以排出来 可以排出来啊 没有问题啊 只是说 很麻烦 那Power BI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 你喂给它资料 它就可以帮你把它 Dashboard 做出来 可是还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提供给它的资料 有没有那一栏 有没有 比如说刚刚那个年啊 例年有没有 如果那个没有那个年那一栏的话 那很抱歉 你也做不出来 那Power BI里面呢 没有VBA 没有VBA 所以变成怎么样 变成很多地方 可能像我的做法 我前面处理 资料的话 我会先用VBA 处理完之后 我再喂给Power BI 可能会比较 方便使用 否则说 如果你直接把 原始的资料 喂给Power BI 那很抱歉 你只是 至少麻烦而已 因为Power BI里面 没有 它里面一样有类似公式 叫Dax 的类似公式 但是 还是非常麻烦 最后处理 我觉得还是用VBA 会是比较恰当的 为什么 因为相对起来 比较有效率 否则的话 你可能 到Power BI 之后 还要涂法链钢 做很多事情 才能够完成 OK 那其他 视觉化部分 这个Power BI 绝对是非常棒的 而且 Power BI 里面 有个功能 我觉得非常好 它可以结合 像台湾地图 像新北市地图 比如说像你要把 什么 样的数量 在哪边 比如说 那个 像UBI UBI 目前 可借 可还 几个 它就可以 在一个地图上面 显示出 可借可还 而且颜色可以做变更 你Power BI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这个工具的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 最后 今天大概就是先把这个做完 然后面的话 我们再多 再讲一下 这后面还有点时间 那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你要分析什么 到底哪一个 这个 蔬菜水果 在哪一个市场 购买会是 最便宜的 也可以排序一下 当然你可以先挑其中一种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先把资料抓出来 可以另外再开一个档 是说我们直接就放在这里 假设 那一样开发人员 如果你用刚刚的范本 可不可以 行得通呢 这看起来好像应该可以 如果我刚刚是汽车切到按键下载 如果不改 我就把它直接拿这个来 抓什么 抓这个什么呢 这个 公有零售 这个的行情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直接就 把上面直接贴上来 然后把什么 公有零售下载 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他的这个网址 网址的部分 就在这里 这个把它复制 一样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网址 把它改过就可以了 记得不要贴 贴错 还有一点 比较可能要注意的 他的编码方式 是不是也一样 是950 950的话就是 他BigFi 编码方式 是BigFi 没错 还有栏数 是不是总共5栏 12345 5个栏位 所以5个栏位也不用改 所以基本上 这个看起来应该也不太需要改什么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呢 把 刚刚的这个 改完之后 那我们一样再把它下载下来 我另外开一个 工作表 把它放后面 放在这里好了 然后 放这里 这个叫 用 用这个名称 零售市场 OK 把 工作表的名称稍微改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一样 把它run一下 执行看看 OK 把它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很快的 他又把资料呢 全部都download下来了 只是说呢这个资料里面呢 到底 哪一些 这些的行情 有没有 市东市东一堆 那我如果想知道一些讯息 到底哪一天 的哪个蔬菜 在哪个市场购买 是 这个价格最低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好像是 每一个日期 一个区间日期 然后呢 他就是一个市场 然后 市东先 然后再来就是其他 那这个资料我要怎么 拿来利用 那这个的话呢 请各位呢 也许先 试试看 把这个资料 下载 然后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知道说哪些的蔬菜 在哪些地方 是最 这个这个 价美物 这个 价钱最便宜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啊